嗨,我是廖帥Hemson廖 今天要帶各位去吃台中市一家非常有名的丼飯 叫做江江燒 江江燒豆飯在哪裡呢? 它在美村路的一個小巷子裡面 而這家小巷子裡面的丼飯啊,江江燒啊 它已經開了六年之久 你知道啊,在台中市如果要開一間丼飯 或是開一間小餐館要開到六年之久 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情 這附近啊,小餐館啊 開了又關,關了又開,開了又關,關了又開 就一直一直不斷的循環 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啊,奉勸這些想要開店的年輕人啊 真的要三思啊 除非你錢真的很多你想要開店 不然的話啊 我覺得你還是投資股票跟房地產就好了 看一下,我們身後這一間啊 就是我們的江江燒 是台東市非常好吃的丼飯 我個人認為啊,在台東市啊 丼飯啊,算是第一名 而且啊,號稱最靠近日本足地的丼飯 等一下呢,就跟著廖帥進去看看 裡面的丼飯啊,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走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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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楽 走囉 爽 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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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非常帥 今天你吃丼飯了嗎 今天我們來到哪裡呢 看一下 我們來到了江江燒丼飯 位於美村路一間小小的一個巷弄年的美食 這間丼飯非常好吃 各位看一下 我今天吃的是什麼呢 我今天點的是鮭魚制造丼飯 這個對於炙燒丼飯 它還可以啊 有一半的炙燒 一半不炙燒 有些人啊 他怕吃生的生魚片 而這家店非常貼心 可以幫你做炙燒 可以幫你做一半炙燒 或是一半不炙燒 通常啊 如果是別家店的話 炙燒還要加錢 我搞不太懂耶 炙燒 不過就是炙燒 加個火噴一噴而已 還要加錢 真的是我覺得非常不合理 而這家江江燒店啊 非常的貼心 如果你覺得你不管吃生的 它可以幫你做炙燒 這上面啊 這是什麼 鮭魚 哇這個鮭魚卵現在很貴耶 這家鮭魚卵吃起來啊 有點甜甜的 應該是用什麼特殊的醬料去泡過 吃起來完全沒有鮭魚卵的腥味 有些人啊 怕吃鮭魚卵的腥味 而這家店啊 完全沒有 這鮭魚卵吃起來 薄薄的 鹹鹹甜甜的 非常好吃 吃一下這個 炙燒的鮭魚 這個鮭魚 這個鮭魚 炙燒的部分 它是選用靠近肚子的部分 肚子的部分 它的油脂 脂肪比較多 炙燒出的那個香味 跟油脂 非常的香 非常的好吃 它這個飯啊 是正統的那種鮭魚卵 而且啊 它的鮭魚卵 是屬於那種 溫熱型的 跟人地體溫是差不多的 所以吃進去的同時啊 你會發現啊 這個白飯啊 在你嘴巴裡面就化開來了 然後帶一點淡淡的 醋的味道 跟甜甜的味道 台東市很多家 不能說台東市啊 台灣很多家做丼飯的 都是用白飯 我真的很搞不懂耶 你們要做丼飯 就好好做 你就用醋飯 你用白飯看吧 用白飯 被鮭魚片能吃嗎 你就不能用心一點嗎 這個醋飯真的很好吃 吃起來非常有咬勁 而且這個醋飯啊 剛剛自殺過的那個鮭魚片啊 油脂啊 都淋載了 淋到了白飯上面 吃起來 吃起來 真的很像很好吃耶 看一下這個 哇沙米 這哇沙米的顏色啊 比較偏黃 它是屬於那種新鮮的哇沙米 它不像啊 一般市面上用綠色那種藍色的哇沙米 那吃起來不好吃 哇沙米吃起來 很嗆 會辣 一下子啊 味道就已經過了 就變得很舒服的味道 我覺得我還是配神鮮片吃好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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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鮮片 好新鮮喔 你看 吃得到那種 水分啊 油脂啊 叫鍋椰香氣啊 捲肚的包含在裡面 嗯 嗯 嗯 這姜片 姜片啊 也是老闆他們啊 自己啊 買姜片回來之後 把它洗過 當自己獨門的配方 就聞起來香香的啊 好像有梅子的味道 再把它煮過之後 成就了另外防風味 屬於姜姜燒 本地才有的味道 好吃 它這個 金桔 當你把洞飯吃到一半的時候啊 加金桔 那味道馬上又提升出來 到有不一樣的境界 這個作為洞飯有淋那個 他們特殊的 應該算是趙燒醬一種吧 淋在白飯上面 吃起來那白飯就讓甜甜甜甜的 這個丼飯真的很好吃耶 嗯 跟我在日本吃的丼飯啊 已經快要結晶一樣了耶 不能說一樣的 因為畢竟日本跟台灣 是有差別性的 不過呢 在台灣啊 台東吃最佳醬醬丼飯啊 跟日本味道真的很像 上面還配這個 好吃的是那種 綠紙燒 煎成丁狀 然後灑來飯上面 配了一個色彩 煎到燒這邊的丼飯啊 有很多種可以選擇 如果你找不到你想要選擇的 想要吃的丼飯 你可以跟店長說 店長啊 就會幫你 配成你所要吃的丼飯 例如說你要配什麼 牛肉拼什麼 餅木與其鞭啊 而且這裡的牛肉 都是用美國 東等級的牛小排 做的丼飯 或是你想要配什麼 角田蝦配天子紅蝦啊 干貝配鮭魚啊 這些都沒有問題 醬膠上都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這裡吃的丼飯以外啊 才會貼 才會帶啊 烤魚啊 茶碗蒸啊 這些東西啊 都非常好吃 價錢都便宜 現在兩花錢啊 寧願啊 吃好一點 貴一點 好吃的東西 你要不要自己為了委屈求全 你就吃一些難吃的東西 不好吃的東西 然後自己因為它很便宜 不要這樣虐待自己啊 人在短短喔 數十年而已啊 想吃什麼 就會吃什麼 挑一些好吃的 貴一點的無所謂 但是啊 一定要好吃的啊 吃那個難吃的便宜的 有什麼用 吃的時候滿肚子氣 因為沒有被滿足 何必呢 你賺錢 賺那麼辛苦 然後花錢去吃些難吃的 不要這樣 想要吃丼飯的 有機會來台中市的 千萬千萬不要錯過 薑薑燒 這間日式料理 這裡的丼飯 真的很好吃 一定要來試試看 吃過薑薑燒丼飯之後啊 你要去吃別家的丼飯 你會覺得 索然無味 那我們今天呢 就在 好吃的薑薑燒丼飯 結束這段旅程喔 下次呢 Handsome料 大家繼續帶你去吃 別家餐廳囉 掰掰